在旺角發生的爆竊案 多個警員去到海美店內調查 又在店內吐取紙巫搜集證據 而在海美店內就留下了刷人用來爆竊的工具 現場是尼東道320號 在凌晨3時多 警方巡邏時發現海美店大閘門鎖被叫難 而鐵閘就升起了 在店內有被搜納過的痕跡 於是通知店鋪的負責人到來 經過點算後 證實損失了一批蟲草和一些名貴的藥材 估計最少損失幾十萬元 警方證就案件展開調查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